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样反而才糟糕 我早说过用心换腹就伤 伤好无量 可惜 总有人相信爱情会是解药 只念也不扎就一口干净 不管它情过得马上表真有麻烦改进才了 创作不再犯是最后 其实这些当然不重要 明天醒来是哭或是笑 都有理由 再说 说得再多也不见得优秀 心有多痛药痛梦才知道 究竟结果是求饮 还是找到我 故事是永不会揭晓 总有人永不知足 总有人装不在乎 都都转转迷了路 一点点寂寞 别人不住 这辈子注定过得比别人辛苦 总有人不服约束 总有人存心不服 永让那专心的人哭 若有人还是这样付出 除了怕孤独 没有别的缘故 莉莉莉 你真的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吗 你真的可以忍受卓大哥 一个人在冰雪山上 饱受折磨 等待幽谈花开 日见憔悴吗 你真的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你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吗 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他应受的苦 应得的报应 是啊 他是受了苦 得到了很多的报应 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三年了 已经整整三年了 每天你跟卓大哥 都像度日如年 生不如死 这样互相折磨 我觉得 该是打开你们心结的时候了 心都冷了 都死了 怎么能解这个结呢 莲姐姐 解不解开这个结 完全在于你 只要你愿意解开这个结 你跟卓大哥 一定可以破镜重圆的 秋夏 你真的不要再劝我了 我和卓业好 早已恩断义绝 我们不可能再破镜重圆了 即便让他冒死 能让他忧谈花开吗 花开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能够恢复我的容颜 能够让我的白发变成无子 却永远无法愈合我内心的创伤 莲姐姐 我们一年而生 远近而在 我跟他之间 情缘已较 莲姐姐 卓大哥真的会给我死在冰雪山上的 莲姐姐 你如果再不去找他 没有人能够抵挡冰雪山的风海 他一定会死在山上的 怕我死在冰雪山上 也会死在我的颤群剑下 两位前辈 你们别担心 说不定卓大哥他 他 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马上就回来了 他马上 是不能吗 土豆 你们都在这 土豆 你怎么来了 来坐坐坐 我先喝杯水 怎么样 你们呢 真是的 这一走就好几个月 连个消息都没有 我一星期就赶来找你们 真的这么想我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快成亲还这么肉麻稀稀的 小学我的小兄弟卓一航他现在 哎 小学习 小学子 有人来看你了 想救你 想救你 二师兄 二师兄 你来这里干什么 二师兄 你怎么变得那么憔悴啊 不要说我了 你远来塞外干什么 我是想找你回去 组织伪力大会的 主刀 我现在已被江湖中人 我不能回去 也不愿意回去 你上告诉我 一年后要跟我见面 所以我要在这里等他 前辈 我跟你自己来说 这叫我怎么说 怎么了 你们蹲蹲土土的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是不是你上他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好好我说我说 二师兄 所谓的猎女侠留字 一年后相见冰雪山 根本就是捏造的 什么 是捏造的 那是我出的主意 我老实告诉你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白发女子 其实是铁上湖假扮的 不可能 你们是骗我的 我知道你们很希望我下山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下山 因为 你上跟我有一年之约 我会在这里等他 二师兄 萧前辈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要相信他的话 真的 真的吗 你们是串通好的 要来骗我 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对对对 我们是骗你 我们直接骗你 是因为那是铁上湖假扮的 现在这件事 便利于骗你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小师傅 那所以我就告诉你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永远不会再离开你 我已经帮你找到优谈鲜花 你上 为什么你不说话 是不是你不愿意 让我看到你满头白发 如果你怕让我看到你满头白发的话 我愿意四挖双眼 哎 哎 哎 天修 小秋天 天修 周大哥 小秋天 你干嘛 是我 怎么会是你 应该是你啥 周大哥 对不起 上次你的小屋看到的也是我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只想让你知道 让你看清楚 练姑娘她不会来这的 你为什么还要在这边 迟迟的等她呢 不 你让她一定会来 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二师兄 上午说的都是真的 他们是想要让你离开这座山 所以才会编到这一年之约来骗你的 不 小兄弟 这都是我出的馊主意 你要怪就怪我 你不要整我你自己 老兄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对不起 我也是为你好啊 小兄弟 你叫我怎么办吧 叫我怎么办 二师兄 你先冷静点 二师兄 二师兄 周大哥 你别这样吗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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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小兄弟 周大哥 你怎么办 他又过去了 我看我们去把他带下山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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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琴剑法 本派弟子唯一任务 不论生死 必须及待剑魔孤独的环琴剑法 这一号 两位前辈 我药已经煎好了 你先放桌上 怎么喜欢再喝 我二兄他怎么样了 外受风寒 内受煎熬 还好他内力雄厚 要不然不堪设想 不 反正我设不了这个多金种子 好不容易睡着了 你们先出去吧 太来了 乖乖 你们的菜上齐了 客官请慢用 我们不能再等了 主义航是为爱冲昏了头 我们不能跟他一样 像神之病在这穷等 爹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当然有了 我们现在马上回中原去 王大掌门呢 去组织他的武林大会 我们回铁家庄准备你的价格 等他的事情办完之后呢 你们马上澄清 别等走一行了 是啊 别只成这样了 看样子啊 我跟翘辫子比较倒霉一点 我们留下来陪我那发疯的小兄弟 等一下 小小 我可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 我要跟铁老庄主 他们回中原去 好 你走啊 他们在这里 土豆 喝酒 你大伙都在啊 太好了 我正好有要紧事要跟大伙说呢 前辈 你们可能暂时回不了中原去了 啊 为什么回不去啊 你别忘了 我是要回去成亲的 难不成 你想破坏我 山虎 听他说 别胡说八道 我哪有胡说八道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存心不让我们回去 好留在这边 就是要破坏我的 我的喜序 山虎妹妹 你要是想回去 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哎 你们夫妇俩到底在说些什么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是啊 前辈 是这样的 袁将军的探子回报说 大金可汗黄太极的兵马 已经调集到山海关之外了 看样子 这是大战前的先兆 所以袁将军的意思 是希望各位能到山海关去帮忙 驱除金兵 啊 爹 那我成亲的是 那不就 大虎 我家大士 当然比儿女资金重要了 王兄 你说 要我们怎么帮你呢 袁将军的意思是说 希望大伙能到山海关去 因为黄太极他 哎 等等 你 那不是锦衣问指挥李天阳吗 嗯 哎 哎 真的是李天阳的狗腿子 对 他不是为中行的媳妇吗 他说为中行你死了 他不会来到这里的 哎 那还不简单 找他一问不就知道吧 对对对 找 李指挥还认得我们吗 我 пож点了 哎 再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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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去了? 天哪,这兔子真能跑 是啊 我看这样好了,往几个去这边 那边 那我们往那儿嘴 走走走走 令主 李天阳,好久不见了 走 东主,快退 前面,等一下 李天阳是狗贼,很显然已经投靠慕容冲了 他知道许多宫廷当中的秘密 很可能会对我们大明军情极为不利 李天阳,你好啊 你能投奔我龙虎门 此乃明智之举啊 门主 属下败使不利 才为门主恤罪 怎么能怪你呢 只能怪魏忠贤那个老贼 当初我大惊克汗进攻山海关 他不揭肝起义 以致措施良机 不料害我克汗受伤驾崩 他自己也难逃一死 娘,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也许李天阳之前来投靠 有什么良策要献给我大惊克汗的不 回门主 听说大惊克汗要再度进攻山海关 属下齐齐以为不可 为什么 山海关手下袁崇万兵多降寡 抢攻不一样 可我大惊克汗已蓄势待发 不能更改 门主 属下不是要阻止克汗进攻山海关 是想请克汗 战缓进攻的时间呢 娘 李天阳的意思是说 魏忠贤虽然已经死了 可是 朝廷仍然有很多我们收买的大官 可以随时接受我们的调度随时策反 如何策反呢 当然是由那些拿了钱的大官 设计诬陷袁崇万 才由崇祯这个小皇帝处死袁崇万 要将袁崇万何之处死 有那么容易吗 为门主 崇祯年幼可接 只要袁崇万一处 大惊克汗要进攻山海关 能欲如反掌 哼 大惊克汗这个人非常固执 当然 我可以向他敬人 他听不听得进去 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看这样吧 这段日子里 你就先住在这儿 也好协助令主 对付卓一航这群人 多情自苦 苦不怨 柔情寸断 断不悔 串串相思 思不悦 生生世世 世不悔 好哀怨的事 丁姐姐 你是不是为了卓大哥的事情不怨不悔 我跟你说过了 要再提他的名字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告诉你 黄太极的八旗兵啊 已经开始攻向山海关了 我不会让那些惊人入侵我中原的 还有一件事情 以前是魏忠贤的心腹 也就是锦衣为了指挥李天阳 被慕容冲抓走了 什么 李天阳那个内奸也来了 对 我担心他这一次是来投靠慕容冲的 我担心他把功率的事情全都告诉慕容冲了 这个内奸 非杀不可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 算了 我不说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他怎么了 卓大哥 他因为身体虚弱在大食堂客栈里面养病 哎呦 什么鬼地方吧 热食热地要死 冷的冷是大哆嗦 要不是为我小兄弟我才懒得来呢 前辈 既来吃 则安吃 还是快去看我二师兄吧 小兄弟 我二师兄人呢 他一定跑了什么冰雪山去 守得那郎朵幽谈鲜花 等我小时候去找他 我们快去找他吧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exit 信我,信我,你快給我吧 車呀,雪下了,你還有什麼能耐,儘管使出來吧 我既然到了冰雪山的山頂,早就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 尤塔花一日不開,我就一日不會離開 還有你 你知道嗎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敢奢求霓裳,會原諒我對她所造成的傷害 也不敢妄想和霓裳破鏡重圓,我只想讓她白把變青絲 可是,為什麼,為什麼你們卻不肯成全我,不肯給我贖罪的機會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 導致如此,你又何必當初呢 老人 不是,我也是,我不是認識你 可惡 我已經不是有保險 所以,我想讓她去靠近了 别走 你终于出现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我 为什么要狠心的离去 你认错人了吗 我不是什么妮娅 江湖上的人都叫我白发魔女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这么叫我 妮娅 白发魔女 是我让你白了头 铁了心吗 所以你才会从以前的恋妮娅 变成 现在这个冷酷无情的白发魔女吗 妮娅 妮娅 你听我解释 那天在武当大殿上 我无需伤你 是你内奸来得太急 那不见的是我的错 是我不该与你们武当为敌 是我不该杀了武当弟子 更不该替我无辜受死的伤情报仇 妮娅 世子保卫武当 好个世子保卫武当 主一号 在你眼里 除了武当 根本就容不下任何人 即便是害你有过生死魔弹的女人 妮娅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对你许下的诺言 我也不想因为武当而伤你 可是那天 那天我真是毕于无奈才出见的 我没有想到 居然会因此 酿成大错 让你红颜白把 哈哈哈哈哈哈 说穿了 原来是我不知好歹 所以 不活该被你杀 不该为老先白逃 妮娅 请你不要这么说 我已经抛进了武当掌门之位 这三年来 我找遍了大江南北 只求找到让你恢复亲自的仙丹妙药 让我恢复亲自 是不是让我恢复亲自之后 你就不再为戏武当 你就不再功夫于我 伤害于我了吗 主也好 你这是在为自己赎罪 而不是在帮我 你这份心 我不敢你 你领不起 妮娅 难道就为了我那无心的一切 你永远也不肯原谅我 你放手 你回答我的话 你给我放箱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 看看你这个老费的样子 剑魔若是地下有之 一定会暴汉苍天 怎么会把环系剑法 传授给你这个无能废物 我一定会杀了你 但不是现在 是在颤秦剑法 还清剑法一决高低之后 妮娅 我欠你的已经太多了 我绝不愿意再跟你走到 剑拔奴障 势不两立的地 令运注定我们必须一决生死 谁也无法摆脱宿命的安排 若一行 到我们再相见之时 必是颤秦剑法 即拜还起剑法之日 来 来 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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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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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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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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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事我能不管吗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